好的,各位金额农庄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我们是如约而至,在星期三的早上呢,我们又一次的来到了金额农庄有问必达的会议室当中,我知道还有很多伙伴还在赶来的路上,那么我想借用普陀山的一句话,我们中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叫普陀山,他这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来了就好,越来越好。 那么我觉得对于我们有问必达的会议室也是这样,各位金额农庄的伙伴们,大家呢,来了就好,那么你越来呢,就会越好,是不是,所以我也看到师兄啊,在屏幕面前,师兄每次笑起来都非常非常的可爱,忘了自我介绍了,那么大家应该对我也非常熟悉了,我是小周,周燕如,那么我是今天的这个有问必达的主持人,非常开心啊,可以再一次的在线上, 真的是见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伙伴们,包括可以和师兄有一个面对面,又一次交流的机会呢,我也知道师兄可能前段时间受了病毒的这个影响,不知道恢复的怎么样,我也有说过啊,师兄是我们的顶梁柱,所以一定一定的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是不是,身体就是我们的本钱, 那么接下来呢,我也话不多说了,我就直接进入主题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有问必达,什么叫有问必达,可以问师兄,也就是我们金额农庄的创办人,任何的问题,是不是,所以呢,在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我也向伙伴们收集了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想要在这里呢,面对面的和师兄 进行一个请教,那么我们就来到第一个问题,这位伙伴他说,他的朋友之前有参与过基金的投资,但是他并不懂什么是基金,所以想请教一下师兄,基金到底是什么,到底能不能够赚钱, 那么就要相对于传统的基金,股票,这些传统的投资项目,和与我们的钻石矿机器人相比,有什么区别,以及钻石矿机器人呢,跟他们相比有哪些优势,所以在这方面想请教一下师兄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一个星期一次的有问必答,给我看看,今天 好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广的问题,但是我想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到 来到跟大家来到解释,基金基本上就是一般人把一笔钱聚在一个的池,我们叫它池哦,在这个池里面他们用来做投资,然后赚到钱过后呢,大家一起来分享盈利 这样基金有分多少种呢,其实很难去分类说基金有多少种,但是有多少种操作的方式 第一,有一种的基金,就是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我来自马来西亚,你们都是我们的伙伴,今天出席的伙伴是来自大陆 这样大陆有大陆的基金管理,这样海外有海外的基金管理,这样实际上来讲呢,到底基金是不是100%赚钱,这个是不好说 在外国,在外国,尤其在美国也有大量的基金在金融风暴的时候呢,他们就面临亏损,有时候他们也会面对倒闭了 这样为什么基金会面对亏损,会面对倒闭 这样中国大陆有什么基金的模式是可以投资的呢 这个就必须要了解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这个基金到底他把钱放在那里 在十多二十年前,如果把基金放在房地产一定是很好赚的 但是今天如果你今天把钱投资在一些基金,它是放在房地产的话 我不觉得任何的全世界不论什么地方的房地产都没有像你十年前这样好赚了 当然还有一些国家的房地产还是真正向荣的,包括好像在新加坡,在日本 这些房地产基本上还是蛮受青睐的 但是在其他的国家的房地产,包括在欧美一带的房地产 也是进入一个供不应求的阶段 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买任何基金,尤其投资在房地产的基金 那时候是基于一个人口一直都会膨胀 人口一直都会增加的基础面上 所以房地产就一定有赚无赔 所以当经过了一个新冠病毒过后 新冠病毒导致很大部分的人口忽然间消失了 很多人去世了 所以变成说也因为新冠的关系导致生育率降低了 全世界忽然间停了两三年 当全世界忽然间停了两三年过后 到现在为止,虽然世界经济开始进入了复苏的模式 但是还是回不到2019年的那个最旺盛的时期 尤其如果我所说的就是好像这个飞龙就业 美国的飞龙就业还不能够回到去2019年的那个飞龙就业 他都有一定的就是说如果他投资在错误的地方 他就会面对一定的风险 会不会亏损我不知道 但是风险是肯定有的 所以变成说基金通常我们除了房地产基金还有什么类似的基金 当然我们有这个股票的基金 多数的基金都是在股票的 尤其是我们的退休基金 来自马来西亚的EPF 来自新加坡的CPF 包括全世界最大的基金组合 来自挪威的退休基金 这些都是投资在股市方面的 这样在股市方面他们是以不同的风险来到股计任何的股票 他们投资进去过后他们所得到的回酬率 当然我会讲到股市在股市里面有两种的收益 一个就是你的资产的上升的一个的收益的机会 另外一个就是比方说如果你今天你买到好像 这个可口可乐这些长期性每一季 他都会有发他们的股息的 这样你又有一个每三个月都有一个的被动收入的 所以变成说在股票里面通常能够发每一季都能够发股息的股票呢 另外一种的基金呢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 像我们这样子的我们这样的基金呢是把钱放在加密货币 但是呢我们不是做长期持有投资的 长期持有投资的 我认为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 为什么只要你根据我们有问必答或者是必须就会 你如果每一个星期从你的被动收入里面来到买 分散你的投资 然后来到买一些加密货币 然后长期投资的话 基本上这个难处不是很高 OK 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到 这样我们怎么样在基金里面能够做到是每一个星期 或者每个月都有收益的 这个就难了 因为你必须要进入教育的模式 就是低买高卖或者高卖低买 这样每一个月计算收益 基本上还算是比较容易 每个星期计算难度就高了 但是如果我们要每一天都计算收益的话 这个难度就非常的高 这样在我们的回到去 我们这个金额农庄类似的这种基金管理 有什么跟外面的不同呢 就是我们是不可能 因为我们必须要每一天都要有结算的收益的话 我们是不能够做长期性的投资的 做长期性的投资的话 我们就不能够做每一天的结算 所以变成说我们必须要做短线投资 比方说就好像高频率高频率投资 高频率交易 这种的交易就是在短线里面 就是我们用我们不会用一小时或者是一天的时间来做交易 所以我们是用秒或者分钟 多少秒或者多少分钟来做交易的 大家会看到我背后的这个荧幕 它是以一秒钟来到计算的 所以在这样的高频率的这种交易里面 我们才能够每一天有结算 然后在每一天结算里面 我们才能够把它分享给我们的社区团队 这样回到其他类似的基金 通常很少有人用每一天结算这样的一个模式 它的工作量是非常的大 通常最普通的基金管理都是在用月结算 这样月结算就好像巴菲特 巴菲特基本上它是属于月结算 OK 包括如果我管理的另外一个基金也是月结算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 会省下很多工作 我只要每个月做一次的结算 而不是需要每一天 这样 月结算的基金呢 很多时候呢 他们所要求 那个所要求的那个基金的流通呢 就没有这样容易 就没有这样容易的 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打个比方 第一如果你要进入好像巴菲特这样子的一个的基金管理的模式的话呢 第一你至少你都要有整百万美元 我现在讲的整百万美元 然后你投资了进去过后呢 在一年里面呢 你是不能够提现了 OK 不论是提现盈利或者是提现你的你的本金都不能够被提现 因为资金一放进去教育的时候 就是在里面滚了 没有可能再说转移出来 当然很多 我在我们的这个币圈周会 或者在有文币打手都有说过 巴菲特的资金呢 只是有28% 28%是在这个股市的 其余的呢 很多数都是在现金产业里面 现金产业呢 不是只是现金 现金产业还有包括这个的债券 买债券就等于是买现金 但是这个债券本身呢 它也是有波动的 因为那个的长期性 它虽然是一对美元一 这样债券也是一 但是问题是 债券本身有它的收益比的时候呢 它会导致债券的价钱会有波动 虽然巴菲特有整72%的 他72%的它的资金都是在这个债券里面 但是你是不能够提现了 如果你放进巴菲特里面 你是不能够提现一年过后呢 你只能够开始 它有计算的盈利呢 你可以开始提现的盈利 但是本金呢 在一年里面 就是第二年的 每一年里面 你不能够拿超过 超过25% OK 25% 就是这样子 因为 如果你 它准许你提现的话呢 表示说 表示说它的 它的整个的资金管理组合呢 将会被 被影响到 所以变成说 在普通的资金里面呢 是不准许被提现的 但是我们 我们在这个金额龙庄不同的地方 是我们 不是资金管理 我要给大家知道 这个 我们这个 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呢 不是投资 我们这个 是 subscription subscription是什么 是 是 是 怎样讲 订阅 订阅 subscription是订阅 不是 是 是 so 你不是买 我们 帮你管理资金 基本上 你是买我们 对你的一个承诺 330% 就是因为 是这样子的关系 是 在这个 330% 这个 这个的 这个的回报 如果 ok 如果 每一天 能够拿多少 我们就尽量 让你能够 什么呢 能够先 回本 ok 先回本 关键呢 就是我们基本上 在我们很多 我们这 的 的 旧伙伴们呢 都已经进入 都已经超过 百分之百的回本了 ok 百分之百的回本 这样很 从 钻石矿 1.0 到现在 如果你没有 复头的话呢 基本上 在 相信再过多几天吧 再过多几天 你是正正式式 拿回一百 ok 百分之百的 所以我要给大家知道的 就是说 外面的资金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主要的就是 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呢 第一 我们是高频率 交易 然后每一天都能够分享我们的盈利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 在外面 市场上呢 他们都会应用 为了让他们能够达到更高的盈利 他们会应用杠杆 杠杆 杠杆不是错误 ok 杠杆不是一个错 不是百恶不赦 但是杠杆呢 它会能够增加更高的风险 你要更高的盈利 万一 就要承受更高的风险 万一 市场上跟你 对着干的时候呢 你只有一个的 结局 就是 爆仓 所以呢 通常很多外面 所谓很出名的 很出名的 这个资金经理呢 他们也是属于很高杠杆的 教育员 ok 他们高杠杆的教育员 所以在这样高杠杆的情况之下 它是不能够给你任何的保证 ok 你的钱是一定可以拿得回的 他们要爆仓是可以随时爆仓的 爆仓了过后呢 他们永远都有机会再重新记忆另外一笔钱 但是你的钱就完蛋了 所以我要给大家知道的就是说 金额龙庄秉持着大家的 大家的这一钱都是我们英文说 hard earn money 大家辛苦的血汗钱 所以变成说 我们在整个的管理方面呢 第一我们就是选择不要不实行用杠杆的 这样子的一个的设定 然后第二呢 我们是在 当然当我们不用杠杆的时候 我们就是必须要什么 要快进快出 好像刚才我已经说了 我们都是以高频率的 然后第三呢 我们因为要去中心化嘛 去中心化我们就不能够 ok 关键是不能够进入市场上普遍 惯用的投资策略 意思是说股票啊 齐全啊这些 全部都是高风险的 我们只能够进入什么 我们只能够进入加密货币 很多人说加密货币很高风险 其实加密货币 只要你不实行杠杆的话 基本上风险不是太 不会太大 ok 风险不会太大 尤其好像比特币 ok 比特币 是一个 是一个 去中心化的 不受任何人控制的 然后它也是 可以严格来讲 也是自由拥有了 它不需要人家操纵 但是它将会永远都会在 只要有互联网 只要有电 电供 供应电 这个的比特币将不会消失 我要给大家知道 有些人会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万一没有电 ok 万一没有电 一段时间 然后又供应回电了过后 比特币还会不会再重新再回去 这是一百分之百肯定是会的 ok 因为我本身也是有参与 整个比特币开始的那段时间的 一个的挖矿的工作的时候 这是非常肯定的 所以变成说 接下去整个的比特币 或者整个的加密货币 有可能会进入另外一个层次的 一种的研发跟模式 就是说接下去 将会不需要连线 ok 将会不需要太直接连线 只要断网也一样能够做交易的 所以接下去 整个的加密货币的进程里面 都会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这样子的开发 所以呢 我们选择第一 我们选择在这个加密货币 量化交易 然后无杠杆 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都能够 不多不少 ok 我讲真的不多不少 但是至少呢 都能够刚刚好 累积每一天的收益呢 都能够达到大概6% 7% 这样子的一种的很安全 然后也没有太大的压力 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的压力来讲 没有太大的压力 对大家来讲也不会太过匪夷所思 就是不会去到太高的收益 而让你感觉到摸不着头脑 解释不清楚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我们就这样子平平淡淡的 经历了两年了 ok so 交易给你了小周 是的 是的 感谢师兄 师兄先喝口水 刚刚有在咳嗽 所以说 对我们听过师兄的讲解之后 我们应该可以清楚的知道 我们和市场上的这种基金 有什么区别 那刚刚我也是把一些重点的词语 放在了我们的评论区 我们是什么量化交易 我们选择了加密货币系统 我们是没有杠杆的 每一天都可以拿回我们的收益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什么高频率的在做交易 每一天都分享给我们的各位参与者 公司的目的呢 是让我们最快的速度 可以拿回到我们的本钱 所以说 体验过将近两年的时间下 真的每一天都非常非常的安心 每一天早上的八点钟 都可以看到我的收益 在我的账上 并且我每天提现的时候 是秒到账的 这个感觉真的是太好了 是不是 所以说 对 相信大家也跟我是有同感的 那刚刚我有看到 我们的宋建伙伴 在评论区有问几个问题 没有不用担心啊 其实我准备的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你的问题了 所以我要提出我的问题 那么我们有些是新加入的伙伴 因为之前可能没有听过师兄的讲解 那么他有问到说我们金额农庄 所创造出来的金额NFT也好 金蛋币也好 还有我们的钻石矿机器人也好 那这些事情呢 其实都是非常专业的团队 我们说是金融科技公司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这一家公司和陈子集团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在跟新伙伴进行分享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描述 我们和陈子集团说我们直接说是陈子集团 还是说我们是金额农庄 所以师兄也在这里请教一下师兄 怎么样去讲会更加的明确一些 好的 这个非常棒的一个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也包含了宋建 宋建兄所问的多数的问题的中心点 我要澄清的一点就是我们跟陈子集团是两回事 先要讲明白一点是两回事 陈子跟我们是无关的完全无关的 唯一的关系是什么 唯一的关系就是金额农庄的其中一个创办人 是陈宝春先生 陈子的发起人 陈子的founder 然后陈总跟我一起合作开发这个金额农庄 所以连格来讲是陈总跟我们有关 OK 而不是陈子跟我们有关 陈子是陈总的公司 跟我们完全完全没有关系的 OK 如果说亲戚血缘上面是没关系 OK 完全没关系 但是但是我本身也是从陈子的平台上面认识陈总 也是从陈子平台上面认识了很多商业管理 个人财务管理 然后包括这个交易的一些的策略 然后包括有机会在陈子的平台来到分享我本身的一些学习经验 还有一些我也有教课 所以变成说陈子只是一个平台让各别不同的老师来到呈现他们的知识 他们然后把这个知识传承下去的一个平台 这样在这个知识平台上面呢 是你能够学习 然后能够把学习的然后应用出来 金额笼状有点点不同的是 我把所有学习的东西呢 转换去实质应用 OK 转换去实质应用 当我把这个学习到的东西转换去实质应用过后呢 然后让它能够成为什么 成为你能够先赚钱 先体验这个赚钱 然后从这个赚钱里面 你开始学习 然后过后呢 从那边学习 你参与我们更多其他的学习的机会 所以呢 是两马子不同的事哦 但是因为因为因为 因为陈总是跟我们一起开发这个农庄 所以变成说我们也能够在陈子的平台上面呢 来到来到分享金额笼状 OK 来分享金额笼 但是陈子跟金额笼状是两个分别不同的事情 这样 在陈子肯定你会在知识的前端 在陈子呢 你去上陈子上课 你肯定会遇到很多在商业 在很多这个市场上面 跑得蛮前端的一些的老师 所以变成说在那一边 尤其好像现在我们有AI 我们有区块链 这些全部是属于市场上蛮前卫的一些的技术 变成说我们都能够很快的吸收到 然后如果像我们是有开发团队的话 我们是可以很快的就进入这种尝试开发 然后把这些理论变成事实 把理论教导是一种理论 但是如果把它开发出来 变成一个能够实行的一个工具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个事实 这样理论变成事实 让我们的整个的设计团队里面的人 他能够什么 他能够体验 而不是先要学习 他们先要体验 你进入金格能装 你不需要学习怎么去做交易 但是你只要把你的资金转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实况这些人里面 你就能够开始体验到 然后你就可以可能觉得很奇怪 怎么能够每一天能够收益 然后从里面呢 你就开始学习 从那边学习 你就能够参与 OK 不只是参与在你们本地的一些我们要开始的研讨会 你还可以参与在外国的 就好像之前小周啊 琉璃姐啊 他们来到马来西亚 来到新加坡 来到游学 这类似的 就是说你能够参与 将来如果我们这个华文团队强大了过后呢 我一直都是跟大家说的 当我们真的强大过后呢 四海之类都是有我们华人的地方 我们将来都能够把这个教育 OK 教育把这个有钱能想的跟你不一样啊 或者任何其他的我们现在是在跑着的一些的课程呢 带到去全世界各地有华人的地方就改次有层次 OK 我们大家努力 OK 其实 虽然我说层次跟我们是没有关系 大家我不懂大家记不记得 以前我们每一个的会议里面 我们都有播这个层次的 我们叫做 corporate video 这个官方的这个视频 但是过后我们也把它分开了 我们是我们 层次是层次 但是我们是永远分割不离开 分割不开的 变成说层次有什么 有什么研讨会 我们也全力以赴的来到参与配合 然后呢 在层次的研讨会里面 我们他们也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来到呈现我们金额龙庄的 这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让在层次里面的学习的人 他们可以借用我们这个金额龙庄的工具 能够达到财富自由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 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而不是完全是一对一的 而是很巧妙的 我们是分开两个不同的发展的 但是我们都会互相的配合一起的 来到改变人的生命 好的 交给你一下 好的好的 师兄 师兄一边在讲 我也一边在记 今天真的 这个也是有对我们金额龙庄和 陈字集团的关系 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 对我们是没有办法分割的 但又不同的是吗 相信大家通过师兄的讲解 也有了非常清楚的一个定位 那么在这里也是我们因为华人市场要迅速的启动起来了 陈字集团会在线下 还有很多很多线下的课程 所以我们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亲自的参与进来 好 那么就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了 师兄啊 我经常在畅想着我们非常美好的一个未来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每年的9月26号 就是我们周年的时候金蛋币会有一个减产的动作 是吗 我就在想啊 会不会有一天就是我们钻石矿 一天它的这个需求量已经超过了我们每天额产单的这个数量了 对不对公司也没有金蛋币 所有的金蛋币都是我们额产下来的 那如果当我们的需求量超过供应量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公司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对策呢 啊 换句话说我们这个金蛋币的这个价格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 废样的表现呢 我们畅想一下美好的未来啊 也把这个问题交给师兄 OK 在英文呢他们叫这个 This is a happy problem 这是一个很开心的问题 OK 就是 就是我们等着等 希望能够等到有这样的一天的发生 啊 我当小周提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还记得在几个 这个这个有问必答的时候有有人 我觉得有我们的伙伴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好像没有解答到他的 因为那时候他的时间蛮 啊 时间蛮不够了 已经不够了 我还记得那时候那个的问题是说 我们每一个月每一年都会减半 啊 百分之十五将会减少 这样 百分之十五第一个月啊 第一年百分之十五没有了 第二年会不会是百分之三十没有了 那第三个月百分之四十五 然后百分之六十 七十五八十 会不会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我我我那时候我有做了一个的这样子的一个的计算 我先给大家看一看 呃 呃 在哪里 等一下 呃 我先要澄清一下子哦 如果 如果 如果打个比喻员 你每一天 你的农庄能够生产一百 一百个 啊一百个精蛋 然后你没有再养肥你的儿 每天都只是那一百的话呢 第一年减半十五 百分之十五的时候呢 你的儿变成八十五 在减半过后呢 你就不再是每一天生产一百个 你是生产八十五个 OK 八十五个 但是我要给大家知道哦 第二年的减半 不是加多十五% OK 第二年的减半不是加多十五% 是这个八十五上面再减十五% 百分之十五 我希望大家记得明白这一点 是从现有的 现有这个减百分之十五 所以变成七十二点二五 OK 然后呢 第三年的时候呢 是从这个七十二点二五 再减十五 变成六十一点四一 OK 六十一点四一 然后这样子减下去 如果像大家以为的话呢 如果是十五十五 十三十 这样 第六年 进入第七年的时候 我们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 不是百分之百全部扣完了吗 不是这样的 是现有的在减十五 现有的减十五 所以变成说十年后呢 如果你的儿不永远不未养的话呢 你从一百个 一百个每一天生产的一百个减单里面呢 你已经去到二十三个 二十年后呢 会去到只是四个 OK 二十年后会只是去到四个 所以呢 不是六七年后变成零 没有六七年后归零这样这回事 首先要给大家知道 所以 当十年后呢 本来生产一百个净单币的额呢 的农状呢 到时候你只能够生产二十三点一六 OK 你只能够生产二十三点一六 这个是好事来的 OK 这是好事 为什么 其实现在我们最主要的 为什么我们这个 金单币价钱一直来都上不来呢 我们没有限制说 这个叫金单币 所以 但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减半的机制 所以 有一些人守得住的呢 他们就继续守着咯 这样卖持续卖的人呢 就是继续没有货了 OK 你货会越来越少 你会越来越没有货 当市场上的需求量多过 市场上的需求量多过 市场上的需求量多过我们的生产量的时候呢 肯定价钱就会起 OK 肯定价钱就会起 还记得我们刚刚开始这个钻石矿的时候呢 我本身做的这个预估是一个月我们完成 一百万的这个钻石矿的 的subscription so 那时候我们单单只是一百万的预估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如果我们做得到一百万的钻石矿 我们的金单币 OK 我们金单币的价钱呢 很轻松的在几个月后呢 都能够回到医院了 OK 回到医院 不是很难的问题 真的是不是很难的问题 所以变成说 当然这个的爆发还没出现 OK 这个爆发还没出现 关键的就是说 我本身不会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OK 关键的是在于我们整个的金额龙庄实行这个去中心化 然后我们必须要经过整个的区块链的模式才能够才能够进入我们的这个金额龙庄 它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就是可以看视频学会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它是一个需要有教练的一个模式 所以变成说 我相信只要我们更多我们的这个社区团队的朋友能够站出来成为教练的时候呢 我们将会有更大的更大的这个这个的需求量 会建立更多的更多人进入我们的算式矿的时候呢 这个将会是其中一个能够把我们整个金额币的价钱 金额币的需要先讲需要提升 当然我本身一直都有跟大家提到的 我不只是会在这个只是钻钻石的框上面 我们也会在个别其他不同的的开发里面呢 建立更多的平台 让他们能够用到这个金额币 当然这些平台回到去我们的初一开始就说的 这些平台包括我们这个上层平台这些 我们都需要有更多的设计团队更大的设计团队 不然的话推广出来的时候呢 会是一个会变成说 会达不到我们要的效应 而反而会变成一个的拖累 所以变成说 让我们现在接下去 我们会在不同的社区 不同的团队 不同的国家 包括昨天我们 上个星期我们在槟城 有一个有钱人跟你讲的不一样的英文的会议 这样我们的团队呢 就上去做了一些的补助 然后也做了一些的开发 市场开发 然后呢 在昨天晚上呢 昨天晚上他们就带了蛮 蛮多对我们金额币有兴趣的一些新的伙伴 进入我们这个金额龙庄里面 是一个 这个 连环相扣的这种的模式 跟层次 跟金额龙庄 跟我们的团队 大家这样子的配合之下呢 是一个 天衣无缝的一个的安排 关键的就是 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 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 接下去 我们将会在第一场 在中国东莞 在东莞 我希望在东莞 能够见到更多的我们的伙伴 OK 我本身也会过去 这样 希望那时候呢 不只大家能够一起学习 然后我们大家也能够一起的 建立团队一起开发 然后把更多人 OK 这个 改变生命 OK 建立更多多的被动收入的 这个的使命 把它传递去 不只是在中国 更可以更好的话 在世界各地 好吗 把这个时间交回小周 好的 谢谢师兄 真的我们最后这个问题 师兄越回答 我的嘴角就上扬的越大 可开心了 是不是 我们有非常非常美好的未来 但是这一个未来 不是凭空而来的 是需要我们每一位社区伙伴 不是靠师兄一个人在台上讲 我们是要做密切的配合 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 对吗 所以说 现在我们启动了线下的会议的话 真的是非常有利于金额农庄的这个发展 大家一定要去到线下 链接到更多的人 我们只有认识到更多更多的人 首先他们有这个学习的观念 他们愈意去线下学习 然后我们跟他建立联系之后 是不是可以 就是非常自然的 就跟他们去分享我们的金额农庄 所以说这一切 成资集团和师兄 都在前面帮我们铺垫好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努力 用自己的时间去学习 去线下沉浸式的体验 同时呢 我们也分享给身边更多更多的 新的伙伴和朋友 那么再一次的感谢师兄 可以看到师兄 其实还在咳嗽 身体状态还没有调整的很好 但是今天也是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时间 回答我们的问题 大家刷一排888 给到师兄感恩师兄的时间 好吗 是的师兄 谢谢师兄 那我们东莞见 东莞见 可开心了 那天知道这个我们东莞要开会的时候 我就马上买了这个往返的机票 一定要订好酒店 是不是提前的做好我们出行的这个规划 因为我知道在线下 见到他们 见到所有金额农庄的伙伴 包括这一次 陈自敬他的陈总也会亲自的来到线上 给我们赋能 我知道在线上的这种能量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可以面对面的跟他们喝茶 跟他们一起吃饭聊天 你可以从他们的言行举止当中 真的可以感受到他们是怎么怎么 非常实在的一群人 真的太踏实了 真的感觉太好了 是不是 所以说我不知道现场的在线上的伙伴们 在线上的伙伴我不知道有多少啊 会参与到线下的这个会议室当中 那我呢我呢是肯定会去的 也希望大家可以尽快的安排好我们的行程 当然如果这一次东莞的时间真的是不太允许的话 我们也欢迎大家参与到下一次下下一次的 线下的我们巡回的这个会议当中 因为我们会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各个地区 都开启这个线下会议 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 哪怕是只有一次的时间都一定要来到现场感受一下好吗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会议就差不多接近尾声了 我来简单的说一个尾啊 就是我们都知道每周三早上的这个有恩必达的会议 那大家呢可以截图保存 也可以分享给更多需要学习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于金额农庄的知识的伙伴们 我们都是陈师兄亲自讲解的 你看看这个待遇真的是别的其他的 我觉得任何项目都是做不到的 对不对 师兄这身体还没有没有怎么恢复的好 他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回答我们的问题 所以说的就又把自己说的就是真的很感动啊 那么明天晚上呢 我们也是每周四晚上都会有的这个金额探索之旅 探索之旅是什么 我们大概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来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什么是金额农庄 所以说大家啊也可以把这个会议室截图保存下来 每周四晚上啊都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这个探索会议啊 还有呢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特斯拉计划 特斯拉计划大家想要开到特斯拉想要拥有特斯拉 如果想要拥有特斯拉的话就要采取行动好不好 我们的陈总啊和我们的陈师兄联合就是推出了这么好的这个政策 这么好的这个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开上特斯拉图接想 是不是图接要行动起来啊 我们分享更多的伙伴 参与到金额农庄 我们帮助了更多人的同时 自己也能够提升自我的价值 还能够赚取到更多的收入 是不是 好我们一起加油 好的 那么今天呢 差不多时间啊 也来到了尾声了 所以说再一次的感恩 大家的时间 那么就像会议开始的时候 我说的 那么大家来到金额有问必答的会议室当中 大家来了就好 那么你越来就会越好 是不是 所以也希望我们金额农庄 可以越来越好 走得越来越稳定 也期待着看到更多新的伙伴 加入到我们金额农庄的团队里面 包括我的这个主持人的这个位置 包括讲师的这个位置 大家如果有兴趣 想要成长自己 有这个觉得自己口才啊 各方面都还OK的话 欢迎啊 我们跟小波老师联系 我们一起成为金额农庄的领袖和团队的教练 好吗 对 好的 那么再一次感恩啊 感恩大家的时间 今天的会议呢 就到此结束了 大家可以有戏的离开 还有我们这个伙伴们就是东莞见了啊 我们东莞线下见 一定要大大的拥抱一下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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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